农历年刚过完 回家围炉的时候 单身的人可能多少感受到了压力 根据大陆民政局统计 全大陆目前单身人数有2亿 占了总人口将近六分之一 不过当然现在的单身 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不见得都是胜男胜女 很多是自主选择性的结果 但当然话说回来父母亲 还是期待儿女能够成家立业 也因此婚恋产业 应运而生 那么在大陆现在出现了很多 恋爱训练营 广告号称只要100天 就可以让你找到另一半 我现在把你当成那个30多岁 至今都没有对象的老姑娘 怎么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现状吗 你现实一点吧 大小姐 人是要死的 人会老的 人老了以后 他找对象会更困难 电影《圣者为王》 舒淇扮演35岁 事业有成的女强者 感情世界一片空白 一律遭受母亲吹婚 这是当今大陆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 有啊 都已经不在乎了 家里就从我留学的时候 就开始妈妈就会很急 35岁的顾饮流 美国经济学博士毕业 学成海归才发现 自己的年纪在大陆 已经属于大龄圣女 我留学很多年 我自由自在 我自己拎着两个箱子 去敞当世界 我从中也享受到了很多自由 这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 再大的梦想也低不过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 在亲人催促下 顾饮流只好顺应潮流 寻找蒸油管道 无敌则是解决顾饮流困扰的情依 挟着心理咨询师背景 携手沙沙舞王爸爸 成立大陆第一家恋爱训练营 教人如何谈恋爱 这男人长肢肉好多 一定没什么脑子 二十平教室来了七十位学员 平均年龄超过三十岁 踏入教室的那一刻起 每个人对感情状态必须常识 我觉得我过去相亲过 但是用吴老师的标准来谈的话 应该没算真是恋爱过吧 没有怎么谈恋爱 但是上这个课之后 我觉得可以好好地再 再 到今天为止 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的请举手 至少多少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一期课程收费台并一万 朱大只要一百天 就能告别单身 教学内容出乎意料 女生要会答快 要漂亮 要慎 不定 有的时候年轻很可怜 但是你一直看大人心 或许你觉得教的东西 会不会太过基本 但对于从没踏出第一步的学员来说 却非常实际 另外他们还结合舞蹈课 藉由肢体接触 能很自然地拉近男女距离 参加恋爱训练营集训的学员都有共同特点 他们都是平等好 学习好 成绩好的三好学生 父母严格限制 学生时代不准恋爱 等到工程民就才发现 对恋爱有障碍 根据大陆民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全大陆有将近六分之一人口 高达两亿人都是单身 不过大多数人是自主性选择单身 话说当事人不急 可是急坏了一群老父母 一把伞上贴着一张纸 翔列着身高 体重 年纪 择偶条件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场 著名的相亲墙 每逢假日 父母主动出击 来替儿女找对象 成为上海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我承诺我只为爱和幸福结婚 我承诺我只为爱和幸福结婚 恋爱训练也好 相亲也罢 大陆一年上千亿的单身商机 看准的就是 大多数人内心深处 依旧渴望有个伴 相知相惜